大家好,我是孫敏喜,歡迎收看三分鐘視頻 今天點題四個字,聖誕快想問號 談談市的情況,今天市是平安夜半日市 全日波幅非常窄,成交很淡靜 早段曾經跌過百點,其後跌幅慢慢收窄 全日輕輕跌四十二點,收兩萬七千八百六十四點 成交是三百二十億,半日市來說也算低 因為昨日也六百多億,接近比較多 昨日的一半都沒有 今天市會員跟之前升得多的股份會員有關 包括騰訊、回軟、三百百 也是,看到跌0.9% 昨天也做得不錯,今天回軟,跌0.8% 帶動市回軟,不幸豪賭股 今天發威,頂住市 跌幅不止於擴大,反而收窄到跌四十二點收市 當然,除此之外,新經濟股很厲害 不過他們不是恆子成份股 所以對恆子的影響不大,但哪有突出 包括阿里巴巴也有不錯的表現 整個市形勢,今天的市是平安夜 今天真的非常平安,無驚無險 就完結了半日市 接著放兩日市,星期五再復市 換言之,今整個星期只有兩日半的市 所以投資者的入市氣氛就不太大 反而香港這邊沒有什麼氣氛之餘 外圍反而可能受到假期氣氛影響 但趨勢就有些明顯一些 是什麼趨勢呢? 就好像點題的星期節,聖誕快上趨勢 聖誕快上,哪看得出呢? 首先看快上,看美股 美股是持續上升的 這個看見就是標普500指數 再升,昨天再升,雖然升得不多 但升勢一直延續著 暫時都未見到明顯的回落跡象 當然是見到高位好像有點整固的情況 但沒有明顯的下跡跡象 這個就是外圍勝販快上其中一個 突顯出來,就是股市 與此同時,你看外圍市場 見到美股指數,美股指數經常說 美股指數跌的時候,往往對新興市場 以至港股利好 現在見到美股指數到今時今日 仍然在下降軌,沿著下降軌落 暫時未突破下降軌,不僅僅 試過50天線都不能升穿 更加在一百天線之下,很明顯 換言之,美股指數繼續弱那方面走 弱那方面走,仍然有利 港股,加上債券站在1.9幾的水平 仍然向上挑戰2的水平 換言之,安全資產的走勢並未顯示 大家很想進入安全資產避難 而是,也有心繼續在資產市場裏面 找一些好一點的回報 這就是外圍市場,有些聖誕快上的意味 加上消息面也是有利的 一方面就是中國的消息面 總理李一強剛才說 會進一步研究降準,從定向降準 和增加貸款,諸如此類措施 要切實,令到實際利率和融資的成本下降 換言之,一放水二微 根據翻查資料,上一次李克強總理說完 沒有多久,人行真的降準 所以這次他又說降準,會不會 上次說完沒有多久,他又降準 所以市場就很憧憬 對內人股有一個正面利好作用 加上中美貿易談判 雖然說了會 虎計現在搞的文本很快就會簽 現在特朗普再說兩句 相信很短時間內就會簽 無論如何都算是少少正面 所以消息面,又是每次聖誕快上的格局 在形勢之下,大家如何迎接聖誕快上 我自己看法就是 雖然整個氣氛仍然向好的方面 或者職業方面正在發展 但是也要做些措施 確保即使想捕捉聖浪 但要穩陣一點,好一點 為什麼這樣說呢 看看標普500指數 剛剛提過 股債匯外圍都好像快上的格局 但畢竟標普500指數 升得太急 只是這段時間 不太長的時間 兩三個月之間都升了一成 2900點不夠 升到3224點 特別是看綠色箭咀指數 兩支小陀螺 浪在上面 小陀螺 示範告訴大家 其實高位增持相當激烈 顯示 雖然淡友仍然輸 但輸得來 也不是完全捱打 偶爾還擊一下 跟之前喝大洋燭的態勢 是不一樣的 明顯高位 嘗試還擊還擊 特別是看RSI 大家要提高一點警覺 因為S&P 標普500指數 14天RSI 上去強人指數 已經升到76.2 76.2 超賣水平 70已經超賣了 76.2更加厲害 看上去 納斯打指數 超賣程度 比S&P更深 因為是77.9 接近78這個水平 換言之 美股就很超賣了 所以這樣的情況之下 大家想著 乘以外圍快上的形勢 偷港股 這段時間 即是接下來 剩下少許日子 2019 以至2020開頭 開段做好 都要穩定一點 穩定一點 可以怎樣搞呢 內人股其中的選擇 剛才第一 說了 李克強總說了會降準 降準 這對內人股氣氛有利 第二個 更加值得說 近來 有很多北水 北水主力都是買入 銀行兩類股份 第一類是銀行股 第二類是科技股 銀行當然 金融股準確一點 金融股主要買銀行和保險 科技大家都不用詳細說了 銀行和保險 銀行股之間 特別是建行 以及公行 都成為北水主力買入對象 為什麼買入呢 就是你覺得 嘩 內人股股值實在太便宜了 有關 所以換言之 本股值比較便宜 之前換言之 它的防守性比較強 所以 內人股 股值便宜 是一個防守性強的表現 亦對投資者買入來說 相對穩健的選擇 與此同時 可以受到北水的青睞 北水買入 有助提高 它的進攻性的可能性 所以 大家如果想想 承受這個 外圍聖誕快上的氣勢 吸一吸 玩一玩 始終內人股比較合適 其中 公行都可以留意一下 看到已經破了近期的頂位 和建行的走勢相當 至於落後一點的老人股 例如335、200 交行 以至3.88中行 都是一個可以留意一下選擇 如果老人股真的上去的時候 估計兩天落後股 都有機會發力做一做好 在2019如下時間 2020開頭的交曆時間 時間關係 今天分析到大 祝大家聖誕愉快 拜拜 請問好 請問 ..! 好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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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